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 印光大师说所有的这个物业里面 杀业最重 普天下的人 几乎没有人不造杀业的 你杀蟑螂 杀蚂蚁 杀小动物 大的话是杀牛 杀猪 杀羊 小的话是杀蛇 杀虫 昆虫 这些都是杀业 所以印竹说普天之下没有不造杀业的人 他说纵死毕生不称杀生 就纵死他这一生不称金没有造过杀业 但是也天天吃肉 他说天天吃肉等于天天杀生 以灰杀绝无有露骨 他说不是你不杀 你不造杀业 你只要不造杀业决定没有露 但是有杀业一定有露 就是以灰杀绝无有露骨 他说屠夫的 屠猪的 屠牛的 还有猎人 还有补頤的遗夫 都是供给这个吃肉人所需要的量 是因为你们要吃这么多肉 所以他才去补杀 才去裂杀 而代为自杀 因此说但是吃肉跟吃事这一关 实在讲是我们人的上升跟下沉 提升跟沉沦的一个关键点 天下自乱的根本 他说其有自爱其身 兼爱普天人民 你想不想爱护你自己的身体呢 你想不想爱护你的身体 然后又能够爱天下的人呢 你想爱你的身体 又爱天下的人 你只有不要杀生 不要吃肉 这是最好的爱你的身体 你爱天下的人 你想要长寿安乐 不想要碰到意外的灾后 因此告诉你 要以祭杀吃树 来挽回天灾人后的第一妙法 所以大家都不想要意外灾后 大家都想要长寿要平安快乐 因此说你想要这些东西 要这个福报你就必须要戒杀吃树 这是挽回天灾人后的第一妙法 这以上这一段呢 是印主在欠爱喜悟命说里面的开示 再来印主说了 他说你们要知道 水中游的路上走的空中灰的这些 还有存在海底深处的这些动物 他跟我们人一样都是有一颗灵敏觉知的心 但是因为这些动物呢 他们术式的业力深重 所以他们在轮回里面呢 就改形异道 转身受身改形异道 变成他们的心体跟我们不同 他们嘴巴不能讲话 口不能言 但是你看到这些动物被捕杀 被追杀的时候 你看他饥饿的时候 他想请求食物 他看到有人要裂杀他 或是伤害他的时候 他逃避 或者他被宰杀死后的那个情况 就是观起求食必死情状 他跟我们人没有不同 他想要求食物的时候 他想要逃避被人追杀 他死后的情况跟我们人没有两样 那我们人是因为我们世事里面 我们承受这个素质的福利 我们有幸才成为人道 我们有一点点啊 比这些动物 有这样的一个智商跟考虑 心有自律 人说是万物之灵嘛 所以我们的灵性呢 是比这些动物还更敏锐嘛 人心有自律嘛 那么我们应该要敦天 敦天赋地母 明包物以之一 我们要随顺上天的这样好生之德啊 我们不应该辜负人跟天跟地 好生为三才啊 所以要参战天地之化意 也就是说要帮助天地 要帮助上天来教化这些动物 这些万物 要参战天地之化意 让这些各种动物能够各夺其手 能够同时接受负载 就是接受上天的保护 上天给他能够生存的空间 还有他能够成长的空间 就是以同受负载 同若天连而好意啊 让这些动物也能够安详晚年啊 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天地好生之德 你放纵自己这种饕天之恋 就是你爱吃肉 喜欢吃的这样子叫做饕天之恋 用我们人的这种强势强力 去欺负他们的肉 就蚕肉 吃他们的肉 然后来充饱我们自己的 这个 富就是我们的食欲 充饱我们的食欲 因此说 一旦你的数数的福报用尽了 那么你的杀爱就现前了 你想 你想不要改头换面 受笔辗转杀死 你想不要被辗转的头生以后 被人杀来一样的肉来吃 可其可都 怎么可能呢 吃人家半斤还人家八粮啊 这俗话说的啊 所以因主说呢 何况吃肉本身他有毒素 你在杀他的时候呢 他的惩恨心所造成的 所理解而成的这个毒素 所以凡是温力流行 温力流行 蔬菜 蔬蔬呢 有吃蔬的人 是很少去感染的 去传染到的 而且何况肉 是很晦灼的 晦灼之物 吃的话 你的血液也会跟得很轴 深昏 也会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呢 也会非常的混乱 深昏 十字呢 血轴而深昏 发速而衰爪 虽然 这个成长很快 但是衰老也很快 很容易造成疾病 这些人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吃素 我们吃青菜 清洁的这些食品 吃了以后 气轻而自老 所以吃素的人呢 是血轴而神分 那吃素的人呢 气轻而自老 常见而蓝老 能够永保健康 而且比较不会衰老 你看老上就知道了 这常见而蓝老 因为吃素的 他有持补的力量 以富有持补之力 这是在卫生的角度来谈的 也实在讲 也是尽性之之论 也是跟我们自信相应的 非常好的一个大论 一个论点 但是因为现在习俗 大家能够 大家这个习俗呢 就是养成习惯了 便 沿袭下来 以至于呢 鸡蜜而不凡 所以要知道呢 人民者呢 必能爱物 残物者 截然人民 一个慈悲心的人 他一定能够爱护动物 爱护一切万物 慈悲心的人 他一定爱护一切万物 会残杀动物的人 他一定不是一个慈悲心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习性所使然的 习性造成的 这个是 印光大师在写给林波 公德林开办广告 公德林就是 可能是一个素食餐厅 开办的一个广告 好